2023年5月17日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2023届毕业典礼上 来自中国广东的博士毕业生陈若浩 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 George and China have a much older and longer relationship than many of us know she imagined it as prosperous 活動 在ια传中的教育之中,他发明的概念 命教育的有一个计划 尤其是,生命教育的学生 别生 基督教育的学生 和这些学生在市场 严留第 男生 他将在教育的教育之外 严重 学生的一切 DCTC graduate 陶行之 穿越历史的烟云 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一百多年前 1915年的秋天 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之 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在各大两年期间 他攻读了教育行政学 这两年时间虽然不是那么的长 但是在陶行之这一生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 是女神像 陶行之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 就留下过一个照片 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 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 我就会去对比 就感觉好像这一百年前的先辈们 他们的精神 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 就传递了下来 陶行之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 在于尽有教育 而非尽有军事革命 创造一民主国家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 在此期间 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 知名的教育家 哲学家 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 约翰杜威 秦智'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at'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 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 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 奠定了陶行之回国后提出 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 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 两年的学习事件里 陶行之还选修了 保罗梦鲁的教育师 克伯区的教育哲学 以及斯特雷耶的 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 这几位导师 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 教育学大师 学术上面 他还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 在课外的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 来去学习 来探讨 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陶行之陈行为 他像是一拼的, 就像是一種大招, 我認為他所說的, 我認為他所說的, 他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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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說的解釋 對教育的教育所做的, 對教育所做的, 但也在這裏的教育所做的, 他的教育所做的想法。